朋友们好 很高兴就跟大家见面了 这节课我们接着先下讲 这节课我们讲完了2.4G无线模块接收模式配置之后 这节课我们要讲飞机手柄的通讯 这节课的内容相对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也是分成上下两节课来讲 好 我们还是首先看PVT 好 之前我们就是用这个手柄控制开发板 这个课程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个 好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手柄 这个飞机随机带的这个手柄呢 它是一个也是自制的 它也是用这个SMSR 但是它用的是F030处理器作为控制核心的 那么我们这个Eclipse 它可以开发F0到F7系列的 好像是F7 F4肯定是可以开发的 F7系列的所有的SMSR的这个处理处理器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手柄 大家想稍微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在这个手柄上的这个24L01模块呢 它是处于发送模式的 那么手柄它主要的输入方式就是摇杆输入和按键输入 这个摇杆呢一般都是电源器 然后我们这个手柄的这个原理图大致 大家可能看不太清啊 但是这几个大的这个框还是看得清的 主要就是这个主的CPU在这里 然后这核心控制嘛 摇杆的这个电位器 左右两个摇杆一个油门一个方向 然后这边是这个体感的控制也是一个MPU6050 那么你可以拿着遥控器之后不用这个摇杆控制 就直接晃这个摇杆控制就像你晃手机一样 然后这个飞机就跟着你晃的方向去飞偏转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还有一个数据保存 应该是一个非意识的存储器 中间这个电压检测就是一分压之后 然后给ADC嘛 没电了之后又报个警 然后这边是这个电源 从电池过来 然后键压之后 供给这个CPU使用 中间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2.4G模块 还有两个指示灯 然后中间还有这个额外的两个这个输入的设备 就是两个按键 调试端口 这边是电源器的这个镜片调节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自带的这个锂电池充电模块 因为这个整个手柄的供电就是一块小锂电池 然后我们详细的这个原理图的话呢 是这里 这个是遥控器的这个官方的原理图 好 我们放大了再走一遍啊 这个是处理器 然后我们要用的这个本吉克要用的这个是 这边的这个按键 还有这个 啊这边这个ISG模块 那么其他的呢 比如说这个飞机师的这个存储器呢 我们可能 不会去讲它 然后电源变化这些硬件的东西呢 也不会去讲啊 然后MPU这个呢 我们就到最后去讲 因为我们飞机上也有这个 它属于这个姿态控制嘛 你但是充电这我们也不说了 好我们只要了解一下这 输入设备是这个摇杆电源器 然后从这个ISG发出去 这边还有两个按键 啊大概我们需要了解到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飞机呢 它上面这个ISG模块呢 一直属于这个接收模式 啊我们计划是用这个UART 转发这个无线的消息到PC端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电脑上要看到 这个ISG模块上这课 大家总是怀疑这个 你调试模式下没有通过 没有打印出这个 找到这个模块的消息 这个模块到底存不存在呢 所以我们这节课要把这个 大家这个疑虑消除掉啊 我们把这个消息转发到PC上 让大家看到啊 确实是收到了消息了 然后我们要根据这个命令控制 我们飞机上的LED灯啊 当然这节课呢 可能讲不完这所有的 那么我们一点点来 飞机的这个原理图啊 这个是核心的最小系统 也就是SM32的这个控制核心 然后也是下载端口 调试端口 它都是这个TTL电群引出的 所以我们调试的时候 这个端口这里 要用一个USB转TTL 这个是随飞机带来的 然后调试的话 SWD下载 大家用G-Link 然后接着四根线来 或者是用专用的那个SWD 下载器也都可以 然后我们上个课 指示这个2.4G模块存在这两个灯 就是在这里啊 PB8和PB9在这儿 然后我们 这个 2.4G模块在这里 然后我们这个上面还有蓝牙一些 但是这个蓝牙的话 可能就不不不不打算给大家讲了 然后MPU在这里 呃 姿态传感器 它有一些什么气压传感器啊 然后等等这些可以定高的 一共可以有十个维度的这个数据输出 这边就是电源电路 那么还可以外扩 呃 通过这个 UART外扩这个超声波电路 这里呢 呃 也不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2.4G 还有这个MPU6050 那么因为它没有WiFi模块 所以我们之前讲的时候 把这个 用淘宝买了一个小模块 跟大家讲这个 好 这个清晰版的这个 清晰版的这个 呃 飞机的这个官方原理图 好 这个部分是电池过了一个开关 然后连的应该是电机 直接去那个电机模块了 直接去电机了 然后去控制电机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部分大家熟悉一下 最后我们会 讲电机这个控制的部分 然后这个是 spi 一进行了程序设的这个 呃 2.4G模块 好 我们这个原理图也上到我盘 大家自己去看 不不在这多啰嗦了 我们还是继续进入正题 好上下课我们说要在这个 呃 Eclipse环境下把这个打印的函数呢 让他不打印到控制台 因为我们把这个机灵可以拔掉之后 这控制台的打印的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要 呃 大家在KO下使用的时候 都是把这个print for 函数 重定向到这个创口输入设备的 所以我们在GCC下也可以做到这样 因为只要在KO能做到的GCC下 基本上都可以做到 那么我们这个主要是 两个步骤实现啊 把大象装冰箱一共分几步 我们这个重定向print for 函数也是两步 首先我们要实现一个能够替代 呃print for函数的这么一个执行机构 就是说创口设备的打印函数我们得实现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创口函数呢 替换 GCC下C的标准库的那个right函数 替换掉 就是让他调用right函数的时候 来调用我们这个创口打印设备这个函数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如何实现 我们这个工程当时讲解的时候呢 有一个这里边期限工程之后 每个工程里面都会有个很奇怪的函数 我们大家看 这里面有个下滑线right.ce 然后我们其他的工程里面也会有这个right.ce 这个神奇的right.ce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今天来揭开他的神秘面纱 前来一串英文 大家有的可能同学看了比较费劲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呃 when using retarget configurations standard right system call 就是说你当使用一个重定项的这个配置的时候 这个标准的right的系统调用函数 系统调用的时候 调用这个right的函数 就会调用到这个文件里边 然后这个里边呢 他把这个 呃 他用的这个 c酷是newlib 这个酷可能将来说还是要稍微庞大一点 然后呢 他调用这个函数之后 最终这个right函数在哪实现呢 在这里 好 有一个这个fd文件指针 然后 那个 需要写出来的这个buffer 就是这个叉类型的这个buffer 然后 后边还有这个写出的字节数 这三个参数 是这个right函数的这个承受参数 然后这里边那个老外开发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有一句话叫 based on the file descriptor it can send an array of characters to different physical devices 也就是说 根据这个文件描述符的不同 他可以把这个字符串数组 发送到不同的物理设备中 物理设备中 现在是这个console 就是我们这个控制台 我们也可以把它物理设备改成我们的这个串口啊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串口输出嘛 那我们来看怎么实现呢 他下面说了 说现在这个 输出和报错信息实现了 那么 这些字符串都打印到这个trace device 也就是说从这个glink打印到我们的这个控制台了 因为我们发现他这个打印的时候 用的这个函数叫trace push 也就是跟我们c标准库里边的pulls函数是一样的 只打印字符串 然后如果我们传代参数的话呢 就用trace printful就格式化输出 就跟我们c库里边的printful函数一样 这个前面加个trace 是因为他是通过这个glink打印的 好那么我们如果把变成自己的函数从串口打印出来 我们也需要把它这个 这个函数整个改写掉 改成我们自己的函数 那么这里边他说了也就是adjusted for your special needs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 你可以把它改掉 好我们就来看怎么改 这函数刚才这三个参数传递的我们都已经讲了 文件描述符 缓冲的地址 还有这个写入的字笛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if define trace 那么fd等于1或者等于2的时候 这个fd等于1或者等于2的时候 他描述的就是这个standout和standerror信息 就是标准输出和标准错误信息 我们程序中出现错误或者什么之类的 都会从这个这个地方打印 他在他他这个地方呢 fd等于1和fd等于2的时候 对用这个standout和error 那么他打印到哪呢 默认是打印到控制台的 他怎么实现的呢 这里有个return trace write 然后buffer和enbyte 就是像这个buffer里边写出多少字节 然后呢我们追踪这个trace write的函数 把它打开 ok这个trace write的函数呢 是这样实现的 他传的参数就是buffer和字节 那么前面有些红地说 if define os use trace team 这些变黑了 说明他没有这个红地 那我们不管他 ok那么真正起作用的是这一句 if define os use trace 然后lunch about all debug 这句话是说呢 我们用这个打印信息是打印到宿主的 也就是说 从glink返回到我们的pc端打印出来 那么我们要实现自己的这个打印函数呢 我们看他最终实现的 定义了这个之后 他真正起作用的是这一句 下滑线trace write Samuel hosting debug 也就是说从这个宿主机这里 所以把这个消息打印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要不从宿主机打印的 我们不想中间隔个接link 再跑到电脑上打印 那我们就把这句注释掉 呃先等一下 你注释之前先看一下 他这句用的是return return之后呢 这个还是执行完之后 会有一个参数返回 我们再追踪一下这个 还是我看看他干了些什么 那么前来这些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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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通通都不管了 他内部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根本不关心 他说过如果这个 咒善最后一个字节是0的话 那默认咒善结尾嘛 所以他就不打印了 然后最后最后 你看他返回什么 return unbite 也就是说他写了多少个字节 他就返回多少个字节 所以呢 我们这个 要替代他的这个函数呢 也应该跟他一样 写了多少字节 那我们就返回多少字节 所以我们要去实现的 这个uart打印函数 应该就是这样的 好 我们这里定义了一个void类型的 那么 为什么这样定义呢 以后跟大家解释 uart print string 接收的参数呢 跟之前他这里面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接收这个 const char 这么一个类型 然后呢 我们接收到这个类型之后呢 进行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体呢 是 可以打六五五三六个字符圈 至少 不对 32位的 可以打印的比这个更多 至于是多少 大家自己算吧 是二到三十二次方个 然后这个字符圈呢 如果不是结束字符的话 就反系杠零 那么我们就通过 uart设备把这个字符圈发出去 通过哪个uart uart uart一发出去 然后如果是零的话呢 我们就break掉 就是不再进行循环了 然后再回到这里 我们替换的时候呢 就把这句注释掉 用我们自己的函数把它替换掉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函数 它是void类型的 就是我们根本不管 它给定了多少个byte 我们直接把这个 字符缓充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发出去 发送return呢 因为它这个地方 它这个地方是有个return的 返回来 你就写了多少字页 所以我们 给了我们多少字页 我们就把这个数字再返回去 因为我们这个串口设备的话 它一定会发送成功了 所以不必考虑这个事儿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实现了这个函数的替代过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这里边 它所有的trace pools和这个trace printful 都我们都可以实现了 不光如此 它还有一些这个系统的printful啊 fprintful啊 pull材数啊 我们都可以用了 都是从创口打印出去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使用这个 创口连接我们的设备 然后看一下我们上一节课的输出 现在我们不连接link的情况下 上一节课的输出 它到底是不是找到这个模块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置啊 呃 这个mac下就选这个 usb wc是usb 01420 波特率呢是115200 大家常用的是这个波特率 大家记住啊 这个 因为这个波特率是linux下常用的 所以我一般都会用这个波特率去跟设备通讯 然后呢 receive的时候呢 就不要 wait for 这个反锡杠 杠R杠N了 你就直接让它试什么 就打什么就算了 然后 发送的时候呢 也我们这人可不需要发送啊 所以也不需要勾选这个 然后点ok 把这个设备连接上 因为我们飞机还没有上电 我先连到这个设备之后呢 它并没有什么输出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上电 ok 看 第一句话就是 gout nrf2401module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 啊 上次课的内容 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实际上已经打印成功了 那么我们前面这些触手画的检测也都是成功的 然后呢 它把这个 检测到这个模块的这个信息呢 也给我们打印过来了 啊 那么我们这里是因为还没有编译下载 所以它这个tracepool的这些呢 都还是打印到控制台的 嗯 我们现在把它编一下载一遍 然后大家就看到这些所有的串口信息都是同 从这个所有的打印信息都是从串口打印进来的 好 我先把它关掉 关掉之后呢 再把我们这节课改的这个程序下载进去 然后我们再换成串口 下载过程还是一样的 runs 选这个 嗯 卖在前面三二 然后 走 好 大家发现这里边 starting他可以的cpu之后 后面这些打印的东西都都不见了 这些系统信息是属于稍写过程中的信息 这是一定会显示在控制台上的 好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插掉 然后把glink给拔掉 不再用了 现在就换上 串口 换上串口呢 我们把这个串口打开 然后把开发板重新上电 ok 这就是我们原来在控制台上看到这个消息 现在都从串口打印出来了 那么 spi init 然后这个buffer 是 写入的是buffer 反复的是buffer1 buffer1里面的是也是0nc5 然后检测这个rf目的块 flag等于1 然后我们发现的这个module 然后继续初始化 然后设计成receive mode begin loop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过程中的这个打印的信息 全部都从串口打印出来了 那么这节课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好 下一节课呢 我们用这个手柄去控制这个 我们的开发板 好 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些这个 手柄都在这个 方向代码的分析 然后进行通讯控制rd灯 好 那么这节课呢 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